陆寒 李一峰 张云龙撞山,同事拍杂志,为何气质差太多? 陆寒 李一峰 张云龙 这三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帅哥,彻底撞山了,网友直呼,凸显气质的时候到了,谁丑谁尴尬啊? 陆寒 中国内地男演员 歌手 2012年4月以Is You正式出道 2014年出演首部电影《重返20岁》,并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一位导演对他如此评价,当时我就觉得他很礼貌,跟黎明一样,很谦虚,真诚,有点害羞 不但声音很前进,领悟力也很高 加上最重要的,对我来说这个像是在我在倒塌的时候,他是愿意放开去给你做减法 因为很多偶像他有那么多包袱,他很难做减法,因为他做减法可能会影响他别的事业 虽然会符合大众的审美,而大众的审美就是完美 那其实完美是不好的,是没有个性没有人味的 李一峰,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制片人 2007年参加加油好男儿出道,童年发行首张一批四叶草 评级电影《老炮》荣获第三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倔奖 新浪娱乐对他这样评价,外形帅气,总是带着阳光笑容的李一峰 其实是从选秀节目中出道,并被中国内地网友封为国民笑草头衔 虽然李一峰属于跨界艺人,唱功却十分厉害,在诠释歌曲上十分有画面感 张云龙,中国内地男演员 2013年,出演电视剧《威时代》和古装魔幻神话剧《古剑奇谈》 2014年,平级威电影《爱的宿地》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原创影片大赛最佳男主角奖 明星最尴尬的时刻之一是什么?那就是撞山,撞山不仅女明星讨厌,男明星也讨厌 那如果不是撞山,而是登上同一个杂志,对比又是如何? 陈伟霆,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主持人,2003年进入演艺圈 2006年成为Sandboy,自己组合议员 2013年出演电影《救火英雄》或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项 2014年,一位出演《古剑奇谈》大师兄灵乐一角,被内地观众所熟知 新浪娱乐对他如此评价,陈伟霆不像很多年轻偶像一样紧缩或紧绷 他的亲切和诚意,屡屡突破了国语不好这道观 这一方面代表了专业艺人的质素,一方面,也代表了年轻偶像另一种向上风貌 吴亦凡,组合EZOO前成员之一,2012年2月16日以EZOO组合成员的身份出道 2016年代 Music Media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中获得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 冯小刚曾经认说他,吴亦凡不仅在高人气的围绕下也保持谦逊低调的工作态度 自带暖场技能却仍能抛开偶像架子,更是眼里有人,心中有戏 网友,陆寒穿出了衣服的朝气 个人觉得,风风更能跑得住这件衣服 没说别人不好看,也不是给风风住黑,个人眼光 我风穿得更成熟,陆寒更清新,张云龙是比较阳光的赶脚 撞衫比较可怕,那撞杂志呢?大家觉得谁更胜利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